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么这个 구자跟哪个是一样的呢 跟这个了故事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 目的这个 duration です 目的这种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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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第二最 Signific 努力为高康 Eh 努力方式是一样的 我们看一下第二句话 那么 是打招呼的意思 那么这个 表示给什么什么打招呼 那么呢 我想给你打招呼 我想给你打招呼 所以呢 我这样的前来找您了 擦擦瓦的表示 前来找的意思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 今天的第一个语法 表示呢 想要的意思 什么什么 枯杂 我们看一下后面 是什么内容呢 花头 这里要追加的一个成分 是什么呢 那么枯杂 后面还可以加这个 肌 表示呢 枯杂肌 那么跟枯杂的意思是一样 表示希望和这个意图的 我们来读一下 你がマラ枯杂하는 것은 いる他 你がマラ枯杂하는 것은 我想说的这个事情呢 是这样的 我想说的事情是这样的 这个意思跟这个枯杂的意思呢 是一样的 我们再看一下下面的这个处理 要注意的事情啊 这个枯杂 聊顾 什么余色 它们都是可以这个互相替换的 可是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它们当然是有区别的啊 什么区别呢 在这个夸个表现啊 在过去时 过去时有哪些表现呢 art art work 或者是什么呢 ina 或者是什么呢 mire表现 mire怎么表示呢 未来是怎么表示 用这个cat 这个都是不可以 跟这个枯杂 在一起用的啊 kaji siji anda 是不能在一起用的 我们来看两个例句 它能在一起用吗 我昨天呢 为了买了衣服 去了百货商店 不可以啊 那么第二个呢 他呢 他呢 为了见朋友 他出去了 那么 manada 是见面 后面加这个get 表示呢 什么 表示将来是 将来是后面 是不可以加古诈的 过去是后面 也是不可以加古诈的 所以呢 要注意的情况 是这样子啊 不能在 过去是和将来是当中呢 加这个古诈 只能是什么是呢 只能是现在的啊 我现在想说的是 jigeng mara 古诈 han go son irata 现在当前的 情况下 才可以用这个古诈 嗯 那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练习 巩固一下啊 那么 卡说 teakkyo turupan huye mohsul harryo guheyo 那么teakkyo是大学啊 那么tulupada是毕业 那么 neun huye表示什么呢 什么什么后 大学毕业之后呢 mohsul harryo guheyo 你想做什么呢 那么 打什么呢 tea guane tea guane是名字 tea guane是大学院 什么是大学院呢 是硕士 读硕士 读博士的 这样的地方 叫大学院啊 叫我们的 中国的研究生院 那么呢 我想进入这个研究生院啊 这里呢 练习是要用这个kuza 用kuza呢 来完成句子的 嗯 那么怎么说呢 tea guane 什么呢 我要进学 去这个大学院 china ha china ha guza henda 那我们看一下 标准它是什么呢 嗯 china ha guza hayao 啊 china china 是什么呢 进学的意思 表示升学的意思 升学 后面加这个kuza hayao kuza henda 跟kuza的意思 是一样的 那么还可以怎么说的呢 china ha he so to kumbu ha guza hayao 那么china ha he so aso 这里表示先后顺序的 我先入学 我先进学 然后呢 再学习 to 再怎么样呢 kumbu ha guza hayao 嗯 那么我们看一下 第二题 成功呢 sero on yel zari r mani 什么什么 him sugesumita 那么这个成功呢 政府呢 sero on yel zari r sero on ser upta ser upta 是新的 那么这个 yel zari yel zari yel zari呢 表示这个岗位 工作岗位 那么他呢 政府呢 想 创造 创出很多很多的 这个工作岗位 所以政府怎么样呢 him sugesumita him sugesumita 表示呢 用力啊 用尽全力的 意思尽力 表示呢 要用尽全力 那么呢 yel zari呢 后面跟什么呢 chang tru chang tru 他代表是创造 创造很多的工作岗位 chang tru ha guza him sugesumita 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 chang tru ha guza 是表示呢 创出啊 创造的意思啊 这个就是我们啊 带着这个guza 来完成的 这两句话 大家都做对了吗 还是非常简单的 对不对 那么我们今天要学习的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语法呢 是这个tachipi tachipi呢 在我们的中期和高期里面呢 是非常非常非常容易考到的 可以说 逢考必有的一个 这个语法了 那么他同样呢 是这个动词的后面 加tachipi 表示什么呢 几乎什么什么 正如什么什么 表示呢 正如 几乎 程度相同的意思 那么某种程度上呢 跟什么一样呢 跟这个nun nun tachipi tachipi 是像什么什么 像什么什么 一样 或者是什么呢 什么什么 niun pawakachi pawakachi 什么意思啊 正如什么什么 一样啊 这个意思呢 是可以 某种程度上 是一样的 表示呢 正如 什么什么 嗯 那么他前面这个铜萨呢 并不是任何铜萨都可以加的 它是一般的 一般可以加的 坐在这里 我把它写出来了 整理出来了 是可以加什么样的动词呢 marada marada是说 marada marada 那么呢 marada 那么arada 是知道 arada 那么puda pu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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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可以这么加的 所以呢 有哪一些呢 marada marada puda arada 知道 puda khan jindakada 这个猜测 那么tuda 听 抜きだ 什么呢 是感受 后面呢 加这个tashipi 那么我们看一下 例句 第一个例子怎么说呢 ashitasipi ashitasipi 中国跟全世界上 英国が 가장 많은 나라입니다 那么ashitasipi 这个经常说啊 那么ashitasipi 这个r是什么呢 是这个r大 r大 是知道 那么后面呢 加这个si 表示呢 对对方的尊敬啊 如同您所知道的一样 叫什么呢 ashitasipi 众所周知啊 那么 中国跟 全世界上 中国呢 是全世界里面呢 英国が 가장 많은 나라입니다 是人口呢 最多的国度 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看一下 第二个例句 imimaretasipi imimaretasipi 刚刚我们说marada 后面可以加这个tashipi的 那么这个mare 表示呢 说过了啊 说过了 后面是要加这个过去式的 mare-tashipi 如同呢 我说过的一样呢 nere-tashipi 我们讲啊 heia-hi 我呢 我呢 要抚养的这个弟弟妹妹呢 一共呢 有四名之多 那么这个nere表示四 后面加这个inna 叫什么呢 inna呢 表示呢 这个数字呢 比我想象的要多 比一般的情况要多的时候 我们用这个na 或者是inna 那么这个nere 后面是有这个partime的 所以我们加这个inna inna-tipi 所以呢 可以说啊 表示呢 如同什么什么 如同什么什么知道的一样 如同你看到的一样 如同你听到的一样 如同你感觉到的一样 这样的时候 我们叫什么什么tashipi 可以 几乎的意思 我们来看一个例句 可能 会社会遥迟嘎吧 nar-ta-si-pi 丢员-katta 那么可能 会社会遥迟嘎吧 那么这个ne-ta呢 是晚 那么儿-katta 表示呢 害怕 害怕公司去完了 所以呢 nar-ta-si-pi nar-ta 什么意思 nar-ta 表示呢 飞翔的意思 那么如同飞翔一样 nar-ta-si-pi 丢员-katta 表示呢 跑的意思 那么这里呢 动词呢 不仅是可以加하�da 还可以加这个 丢员-katta 丢员-katta 表示呢 跑的意思 那么下面呢 어제는 너무 피고네서 수업 시간에 거의 자다시피 했어요 那么 어제는 昨天 너무 피고네서 非常非常的 疲惫 所以呢 수업 시간에 在上课的时间呢 거의 几乎怎么样 可以 자 た시피 해서 几乎呢 像睡着了 一样的 那么这个 た시피 하다 前面呢 经常用这个 可以表示呢 几乎啊 它们两个的意思呢 是一样的 这样的意思啊 这个就是我们 要追加的 た시피 的后面呢 可以加动词 特别是可以加 这个하다 表示几乎的意思 嗯 那么我们看一下 관용 漂亮啊 那么 惯用 啊 た시피 我们怎么惯用呢 刚才我们讲过呢 arda 시피 asita 시피 都是可以表示呢 众所周知的意思啊 那么 arda 是知道 加 た시피 或者是 要表示 对对方 尊称的时候呢 啊 如同 您所知道 的时候 我们说 asita 시피 这个表示 众所周知的意思 嗯 那么我们来 做一个练习啊 那么 第一个练习呢 이 그림에서 怎么怎么样呢 动物 기형의 운인은 요즘적인 것이 30% 환경적인 것이 20% 를 차지하고 있습니다 那么 那么 이 그림에서 그림是图表啊 图表呢 如同图表呢 如同您 看的图表一样 如同您 看到的 这个图表一样啊 那么 动物的 这个 기형 是 机型啊 动物 机型的 原因呢 是什么呢 是遗传的 遗传方面的 原因呢 占到 30%啊 那么 환경적인 것이 环境的问题呢 占到 20% 那么 差지하고 있습니다 差지하다 表示 占的意思啊 那么 总而言之呢 如同呢 您看到的 这个图表一样 那么什么呢 クリメス 普塔西피 普塔西피 正确答案是 这里了 那么 如果呢 我要尊敬 这个人的话呢 我怎么改呢 大家想一想 啊 普西塔西피 啊 普西大表示呢 对对方的尊称 普西塔西피 或者普塔西피 都可以 那么 第二句话呢 우리가才 什么什么呢 成功的 拍摄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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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 非常非常了解的是什么呢 成功是什么呢 这个 灯泡啊 这个灯泡 灯泡啊 或者是电灯泡 这样东西啊 那么 发明的这个人呢 是谁呢 Ed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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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韩语叫Edison Ed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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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如同我们知道的一样 우리는 잘 怎么样呢 R-P 那么最后一个 我们来做一做啊 那么 卡怎么说呢 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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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 帝 帝是什么 是这个宅 这个府上 表示呢 对金教授 家的尊称 我们 亲户 那亲户 是朋友的家 通膳 弟弟的家 可是呢 教授的是什么 府上啊 教授的府上 教授的宅子 非常的让我尊敬 所以用这个 帝 那么帝 帝 帝 好像不回家 能够 帝 好像 金教授 不回家呀 那么 那怎么说呢 金教授 金教授 怎么样呢 他呢 像是 住在学校 一样的 他不怎么回家 他像是 住在学校 一样的生活 那么 应该怎么说呢 住怎么说呢 所以 表示几乎的意思 我们看正确答案 这里表示什么呢 哈希大 表示呢 金教授 对金教授的尊称 对不对 这个呢 就是我们 要讲的 第二个单词 第二个语法 塔西匹的一个练习 那么 今天呢 我们两个语法呢 就讲到这里了 大家都掌握了吗 那么我们期待 下一次课 与大家见面 再见 다음 시간에 만나요